原來加拿大安省有好好食的 我Jimmy好 今天來到龍港這裡 慶祝牛逸 這次我就沒有叫到任何的套餐 全部都是單點 這個就是今晚的菜單 鮮甜很爽口的 還有我們沒有浸水 所以是乾淨 所以你們四條四磅多好便宜 醬拔棚的身是刺身 切條 蛋是用來做椒鹽 醬拔棚很爽脆 很新鮮 其實吃醬拔棚很多時候要切片 但因為是打火鍋的時候切片就好一點 容易錄得熟一點 但如果當是sashimi這樣吃 其實應該是切條的 咬感會好一點會爽脆一點 點少許豉油和芥末 唉唷 等到要漏了口水出來 醬拔棚的蛋就用椒鹽來做 炸得也很香口 還有醬拔棚的刺身一冷一熱 成為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片皮鴨是兩食 皮包薄餅 身是用來做生菜包 自從在第387集 在32公館吃過蘋果木 燒片皮盒之後 沒辦法 每一次吃到片皮鴨 都不其然地拿去 跟32公館那隻比較 當然 龍港這隻片皮鴨 價錢當然便宜過32公館那隻很多 但相對來說 尺寸都是小一點的 我覺得水準最大分別 都是這塊薄餅皮 龍港這塊薄餅皮 比較厚一點 和粗一點 不夠滑 不過隻鴨本身 在皮下面的脂肪 反而龍港這隻可能會肥一點 雖然沒有蘋果木的香味 但是這隻鴨 皮都少得很脆 易食選擇生菜包的話 要加20皮 總括來說 這隻片皮鴨 性價比來說 都是吃得過的 龍蝦就用來蚊衣麵 兩隻最漂亮的尺寸 兩磅半一隻 在上一次第361集 剛剛新開張的時候 來到龍港吃的時候 沒有點到龍蝦 給很多觀眾投訴 在信眾要求之下 今次就叫了雙龍蝦 問易麵 易麵條條都這麼長 做生日做壽麵就最好 五磅龍蝦竹青 龍蝦用上湯煮 這碟以免將今晚的晚餐 帶入高潮 這碟紅蚊王旗斑翅 如果你想吃 首先要預先打電話訂 平時是沒有的 吃斑翅就多功夫一點 多點骨 但是肉滑一點 如果會吃魚的人 會抹骨的都可以的 這個鐵板蔥燒大生蠔 又將今晚的晚飯推入另一個高潮 看看那些生蠔多大隻 多肥美 鐵板 傻傻聲 令到這餐生日飯 夠了氣氛 生蠔裡面還要是糖心的 正到飽 接下來這一碟就是羊肚菌炒桂花旁 中醫說羊肚菌幫助消化 補氣補腎補腦 吃多一點都不怕 這個蒜香牛柳粒 是用加拿大AAA牛柳做 軟到無牙都吃得到 這餐飯吃到這裡已經覺得很飽了 但是炸子雞出場 就發現雞皮很脆 雞肉很嫩滑 真的是一隻很高水準的炸子雞 招絲腐乳通菜就選了通菜最嫩的部分來炒 餐飯最後還有糖水和甜品桑 這餐飯既然是慶祝生日 當然要叫幾個瘦包吃一下 來拿回意頭 這餐飯現金結算的話有九折優惠 賣單八百九十七個八 夠十個人吃到很飽了 這樣今晚的飯後感就是 味道和賣箱都有五隻手指公 服務員態度都因勤 但是出菜就慢了一點 總括來說 今餐都吃了一頓很開心的生日飯 我都會向大家推薦 尼龍廣這裡試一下 馬上去試一下 交友 未經過 worse 此诺 看